第一部漫长的告白 当时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有犹豫吗 犹豫 很大的犹豫 犹豫了等有四个月 犹豫是因为不敢踏出那个舒适区吗 对的 就是因为不会 就是话剧表演跟我们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去年在首轮演信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就是制作人 漫长告白的制作人于老师 就来看完演出 就找我聊了一会儿 说他准备要做个话剧 然后想邀请我的演 戏份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那个时候他给我一个故事大纲 和写出来的就是几段大台词 我以为这可能就是全剧最重要的戏份 没想到每一次出场都是这么多次 对那个真的是也是挺锻炼的一次 对 但是你说你想了几个月 最后决定勇敢迈出这一步去尝试 那是自己做通自己的工作吗 对 我是一个很少别人能做通我工作 都是我自己去想 所以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做到 那最后决定要 就你自己是怎么跟自己说的呢 我觉得我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我觉得在这个画剧舞台上学到很多表演节奏方面的控制 包括台词的一些的功底 所以我还是决定去尝试一下 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 因为还是有别的再有机会 对我觉得人如果想做成另外一件事 就是自己不擅长的可能就能有一个背水一战的这种心态 你把最坏的结果想出来 最坏不过如此又能怎样 那在那个排练的过程中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表演节奏的控制 因为我没有任何话剧经验 所以当你给我一段超过一千字左右的台词的时候 我不知道用什么节奏把这场戏演一下 就是因为我对话剧舞台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到音乐剧 你给我一个歌谱 然后中间加了很多很多戏 我都大概脑内有印象 我在哪一块音乐的部分要怎么去表演 然后用音乐的节奏怎么去控制 包括一个大独唱 我怎么设计调度 话剧我不会 就是纯文字的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是挺难的 所以第一场演完了感觉怎么样 还记得那天的情景 哇 拿上发外第一场演完 很累 特别累 对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 发挥的还可以 对 因为你在音乐剧上已经泄过无数次的梦了 所以当《漫长的告白》第一场演完 那个泄幕 对比之前演音乐剧会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感觉又做成了一件新的事情 就长出一口气有这种感觉吗 嗯 之前的担忧很多 嗯 担忧也好 很多想不明白的东西 可能在那一刻突然觉得还是可以 所以是因为这个戏才有了后面 德里与慈禧这样的合作 嗯 我觉得你看你这两部戏接的契机 都是因为那个导演看了上 上面一部戏 然后才发出邀请 嗯 演的就是这样 你演的越多 你的机会就会越多 对 这也说明就是任何一场演出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你不知道谁在看 而且他就蕴藏着机会 对 对